大家好,欢迎来到胖胖说故事,今天要讲的是成吉思汗系列之十三,1222年九月,成吉思汗杜阿姆河,在撒马尔汗城东下营,十月下诏回师,被俘获的长长的商队走在蒙古大军前,朝铸布哈拉前进,1223年春天,成吉思汗在距离布哈拉六百多公里的金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了一次禁建令, 又在金吉尔吉斯以北的草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并在楚河草原度过了夏天,1224年则到石河二七四河住下,一年二月回到吐拉和秦宫,进蒙古中北部,之所以回程不紧不慢,是因为成吉思汗在等待仍在欧亚大陆征战的哲别和宿布台率领的蒙古军 一争,征战高加索山脉南北地区,1220年春,成吉思汗命哲别和宿布台追击花辣子摩的摩科莫时,曾对他们说,可以在三年内结束战争,从钦查草原回到蒙古草原,钦查草原位于俄罗斯的西南部,福尔加河下游 显然,成吉思汗是让哲别和宿布台进一步了解欧亚大陆的情况,因此,哲别和宿布台在将摩科莫驱赶到离海又俘获其母和妻子后,南支伊拉克,西略库姆等城镇,一直供取道哈玛丹,进伊朗西部后停驻 然后北上,禁闭阿塞拜疆都城大不理事,阿塞拜疆国王献出金银寝和,于是蒙古军退出其境内,在离海西岸的穆干大平原渡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 121年初,哲别和宿布台派一队人马进入格鲁吉亚王国境内,格鲁吉亚或以乔治亚女王鲁苏丹原以为蒙古军因天寒不会出动 所以派使者去阿塞拜疆,这几列国两国,约定在春天共同抗击盟军 不料,盟军提前而至,居住在格鲁吉亚境内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蛮和全他两部人受欺压已久 因此纷纷加入盟军,为之做向导,蒙古军遂一两步做前锋 大举进攻格鲁吉亚,并很快挺进其首都地比利斯城,金地比利斯 格鲁吉亚女王盲派万人军队迎战,盟军两步前锋不敌 是格鲁吉亚人误以为盟军并没有那么强大 因而中了盟军诱敌深入的战略,中了埋伏圈,折别率兵,尖敌大半 由于自身也有损伤,加之格鲁吉亚境内树林茂密,地势险要 不能进军,折别和宿布台遂折返大布里斯附近 齐国王再次奉上金银,盟军转而攻向马拉盖,树日,成县 三月,蒙古军放弃攻打巴格达,再治哈马丹,强攻三日后,城破 赴北上,第三次进入阿塞拜疆的大布里斯,齐国王留将守城,自己则逃往他处 蒙古军知其城防兼顾,故索迎而去,但攻下临近的萨拉布等城 十月,蒙古军北上进军阿兰都城甘札,他们听说甘札人常与格鲁吉亚人作战 勇敢善战,因此索取金银后离去 之后,再次进入格鲁吉亚境内,该国女王急忙调来准备参加欧洲十字军作战的三万人马,阻挡蒙古人 这别,素布台依旧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三万格鲁吉亚大军消灭过半 其后,又歼灭了格鲁吉亚的精锐起兵 格鲁吉亚军队只得退守蒂比利斯,此级著名的格鲁吉亚之战 蒙古军原本打算进攻地比利斯,但考虑到格鲁吉亚境内山高临密,不利于骑兵机动 虽继续转攻高加索山脉以北地区,直到1243年,在蒙古大军再次西征时 格鲁吉亚才彻底臣服于蒙古帝国,成为其附庸 122年初,蒙古军从阿塞拜疆南部的穆甘平原向东进入射里汪金序利亚 攻破骑守都,逆进攻达尔班山埃,根据成吉思汗的命令,他们要乘胜北上进攻钦察 钦察人属于突厥游牧部落的一支,其领地处于李海,北高加索和黑海以北 东陵康里布,咸海以北,北杰罗斯,西道匈牙利等国 高加索山脉地是险峻,难以通行,而达尔班山埃口是古波斯防御北方民族南清的重要关口 在亚历山大大地时代建有达尔班城,被称为亚历山大大铁门 为了通过这个险要碍口,蒙古人胁迫设立汪国派来的贵族为向导 去到离海西岸北上,顺利通过 在蒙古军进入高加索以北的天雷克和刘豫后 阿兰人联合钦察人和其他部族阻击蒙古人 两军对阵,未分胜负 折别鉴于众寡不敌的形式,采取分化策略 他派使者带礼物去见钦察部首领,说,我们同属于一个部落及突厥众的人 出自同一个氏族,何必帮助一族阿兰人呢 不如握手言和,我们愿意金银相赠 钦察人为之所动,遂弃蒙有而去 蒙古军趁机进攻,大破阿兰联军,北高加索山区诸部相继投降败亡 取得胜利后,这别与肃布台又出其不意的进攻毫无准备的钦察 他们宣布,钦察地区是蒙古大韩长子树翅的封地 所有钦察人和该地区的其他民族都是蒙古的臣民 都要接受树翅的统治 钦察人不服,纷纷逃离 钦察部有个名叫加迪延的首领 曾将女儿嫁给南罗斯及俄罗斯的加里兹公国密赤斯老大公 加迪延率其部逃到基辅,请求出兵相助 而蒙古军则尾随加迪延,进入罗斯境内 二,加勒加和之战大胜罗斯联军 为什么钦察部会与南罗斯有联姻关系呢? 这还得从历史说起 早在公元一世纪,斯拉夫人就居住在中东欧的地涅伯河 奥德河,维斯瓦河及布格河流域 至六世纪,斯拉夫人分为东斯拉夫人 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 东斯拉夫人主要分部居住在基辅到伊尔门湖一带 成为俄罗斯人,百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祖先 公元七到八世纪 东斯拉夫人形成了以基辅和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准国家实体 九世纪,诺夫哥罗德王公鲁克里征服了基辅和地涅伯河西岸各公国 形成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大公国 其统治者称为大公,国家称作罗斯 鲁克里将国土分为数国,分封诸子而至 以基辅为都城 十世纪,罗斯从附近的东罗马帝国接受了东正教 罗斯在亚罗斯拉夫统治时代逐渐强盛 十二世纪,罗斯分裂为十多个小公国 十三世纪,各公国十分十和,互相混战 当时整个罗斯领土不大 其东境不过福尔加河之流汉加河 由于中亚草原的侵察人时常侵扰罗斯境内 所以罗斯南部各大公为了避免被侵扰和抵御其他共国 选择与侵察各部联姻 在侵察部首领加迪衍逃到罗斯向其女婿求援后 密赤斯老大公联络南罗斯各王公 经过商讨,以致决定共同抵御蒙古人 而且要主动进攻,将其挡在国门之外 折别和肃部台听说基辅罗斯人准备联合攻击盟军时 就派使者前往基辅会见各卫王公 表明蒙古没有进犯罗斯的意图 只是讨伐侵察人 况且侵察人常年侵扰罗斯境内 不如与蒙古和兵同伐侵察 共分果实 罗斯诸王不从,还杀死了蒙古使者 于是折别和肃部台决议攻敌 为了又使敌军远离其境 盟军退至加勒加河、卡尔科河 进乌克兰境内 同时派人向驻扎在离海以东的树翅军请求增援 树翅乃分兵大半前往 1223年春 密赤斯老大公、联合基辅等公国的军队以及钦察部军 组成十万大军,追至顿河 而折别和肃部台因为增兵已至 遂从加勒加河向西行 以军过顿河列队一带 义军至亚苏海东南 从兵上至黑海 大略而还 两军再会合 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折别和肃部台再派使者去见罗斯珠王公 并保证绝部相反 请勿用兵 罗斯珠王公觉得蒙古人不过如此 于是坚持要与蒙古人一战 罗斯加里赤王自信可以战胜蒙古军 率先率部下万鱼骑兵东渡地涅薄河 击溃蒙军前锋 诸王也随之渡河 而蒙古军且战且退 罗斯联军追至十二天后 来到了加勒加河畔 此时 蒙古军已经严阵以待 两军隔阂对峙 罗斯联军分为南北两部屯军 南军以基辅军 切尔尼国瓦军组成 北军由加里兹军 秦察军组成 折别派出六千骑兵扬公罗斯联军 进攻不胜又扬败而去 罗斯联军的年轻王子们则乘胜追击 而急于消灭蒙古人的加里赤王轻敌冒进 指挥联军北军先行过河 1223年5月31日 蒙古军与罗斯北军在加勒加河畔展开大战 蒙古军切断了北军的退路 并通过猛攻冲垮了罗斯北军的队形 北军大败 加里赤王吓得抛弃其将士 自己乘船逃回对岸 并将加勒加河上的船只全部烧毁 以防止蒙古军追击 结果 罗斯北军几乎全军覆没 据说其中还有六位贵族 位于和对岸高地上的罗斯南军 目睹了北军的失败 但却按兵不动 谋求防御 而蒙古军在击破罗斯北军后 乘胜挥师渡河 腹背受敌的罗斯南军 仓促抵抗三天后起降 在加勒加河战役中 罗斯联军损兵七万 有六位王公被处死 七十位贵族阵亡 采用各个击破战略的蒙古军 取得了重大胜利 随后 蒙古军长驱直入到南罗斯境内 还进入了克里米亚半岛 攻陷苏达黑城 不过 蒙古军没有对罗斯 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223年年中 哲别和素布台奉承及斯汗之命东归 途经布里阿尔部 进俄罗斯境内达达斯坦所居之地 布里阿尔人率军阻击 蒙古军一伏击战 全监了布里阿尔人的军队 布里阿尔臣服于蒙古 随后 蒙古军还降服了 离海滨海地区的撒克新人 禁止康礼部 康礼部首领带兵来聚 战败后也投降蒙古 1224年 素布台带着丰厚的战利品 率军在蒙古西部地区 与成吉思汗的大军会师 哲别则奉命留守钦察草原 不久 屡见战功的蒙古肖将哲别 并死于咸海西部的康礼境内 三 蒙古西征欧洲的前奏 哲别 素布台二将在奉命追击 花辣子摩的摩科末后 征战在高加索山脉南北 甚至北上抵达顿河 地涅伯河流域 转战三年 形成五千余公里 可谓战过累累 不仅征服十四国 破成四十余座 歼敌近十七万 而且让阿塞败疆 戈鲁吉亚 罗斯等中亚 欧洲国家的人 制造了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威名 可以说 他们对欧亚地区的武力侦察 是未来拔都西征欧洲的前奏 在这三年的征战中 车别与宿布台在作战中运用的主要战略战术有 追击战 伏击战 围城战 袭击战 运动战 歼灭战和分化瓦解 各个击破等 而这也是成吉思汗在攻打花腊子魔和其他中亚城市时所运用的战术 四 首次西征告一段落 成吉思汗自一二一九年发动对花腊子魔国的征战 到一二二五年返回蒙古 首次西征 因蒙古人攻占了中亚西亚各国 击破罗斯联军 危阵中亚和东欧地区告一段落 而蒙古人所行地区包括今天的欧洲东部 伊朗北部以及印度的广大区域 其范围之广 影响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而蒙古人取得如此的胜利 显然离不开成吉思汗的战略眼光和决策 具体来说 在西征中 成吉思汗在政治上争取对方贵族 官吏 宗教领袖 军事首领等代表人物的降服 在军事上 针对守军的防守特点 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围城 突然袭击 运动战等战术打败对方 同时 恩威并失 采取区别对待投降者与抵抗者 军人 平民的政策 有技术专长的工匠和知识分子都被挑选出来 或随军服役 或送回蒙古 而这些人在回到蒙古帝国后 一部分散居于中国各地的中亚民族逐渐同化于中国各民族当中 另一部分聚聚在中国西北的中亚民族形成了回族的主体 至于蒙古军队中的不少汉人或者已经汉化的少数民族 选择留在了被征服地区 在那里生活繁衍 并将中华文化传播出去 习征也让蒙古帝国从国家到个人都增加了财富 蒙古军事技术 生产技术 社会管理和文化等多方面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更为重要的是 承吉思汗的习征 消除了阻碍东西方经济文化沟通的壁垒 也缩短了通商距离 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 五 分封征服之地建四大韩国 承吉思汗取得胜利后 在一二二五年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他三个儿子 树翅 茶河台 窝阔台三支宗族 称西道朱王 长子树翅丰于清茶 花辣子摩及康里国故地 金贤海以西 离海以北的顿河和福尔加河一带的清茶草原皆蜀之 树翅比成吉思汗去世的早 这一封地归其子拔都 拔都后来扩大了地盘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清茶韩国 该韩国离蒙古的都城数万里 一起即行续二百余日 赤子茶河台所受领地 从西辽和魏乌尔国故地深沿至撒马尔罕和布哈拉 包括天山南 北路与玉勒都斯河和马纳斯河流域 及今日阿姆河 杨尔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 最强使由阿尔泰山至咸海 1222年建立茶河台韩国 初始建都于阿里玛里附近的虎牙斯固尔闸 及今日新疆霍城县水定镇西北 三子窝阔台的领地是奶蛮故地 金厄碧河上有一期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 均属之 1225年建立窝阔台韩国 依照蒙古惯例 在成吉思汗过世后 幼子托雷获得吉父的直基领地 吉沃南河吉克鲁莲和流域一带 蒙古本部的地方 后成为元朝的疆域 由成吉思汗子孙建立 掌控的韩国 在未来有效地促进了东西方的沟通 而护理擂台制也在后来被推广 用于统治这些韩国 包括推选蒙古汉 一决军政大事 定立个韩国间的盟约等 今天就先说到这边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胖胖说故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